最有趣的工作 我不會把十個講出來 我把十個我覺得有趣 有一個叫做什麼 Google 階級的白色 你懂嗎 高空的腳啊 你覺得這是什麼 他們派兩個年輕人 法國 Google 派兩個年輕人 因為時間多體力好 騎在單車 油騙全放 然後可以放個各個地方 就是第十米 有些是開車 魔獸世界測試 你懂嗎 這我女人喜歡 這個還會是說你要 要申請就申請 你真的要過關了 你要很厲害的玩家 魔獸世界測試 好險套使用 這是真的在澳洲的杜瑞斯 這個沒有 他只給你六十塊錢 洗漢錢 然後呢 就是給你一盒 我回去試用 這個一天之內 立刻 額滿 一天之內 立刻額滿 然後他說選出前二十 而且你用完之後要 一樣要寫報告 所以他們說這叫血漢錢 哈哈哈 真的有這件工作 這個是杜瑞斯的網頁 不是我杜貫 這是杜瑞斯的網頁 房間是住 這個我最愛 我最近都在住 而且台灣現在開始 也把 有些飯店把它拿做公關 就是 這其實是個很好公關的一個 一個一件事情 那真的也有現在很多的部落客 我們去住飯店 然後呢 幫他寫這個文章 然後呢 論見記仇 好 他現在很像的這個工作 我也有一個好朋友 他是現在最紅的部落客之一 他寫男女關係其實這些 後來 他一開始網路旅遊篇 開始寫一本 介紹曼谷的旅遊書 然後後來就紅的 亂七八糟 他叫女王 其實其實是個網上公司的一個小女生 小AE 六十八年次 而且他現在 他每個禮拜每個月往國外跑 然後都是各國的旅遊局 邀請他去玩 這件事情 pretty much 我父親在民國七十年到民國八十年 那三大暴戚的時代 他們也是享受這種特權 所以我十分看不起這種特權 好 Anyway 那時候記者證是 可以鴻根停下來 然後我爸就拿記者證去 然後記得最讓我覺得 我爸的工作很了不起 就是我去小民國 我剛開幕 哇大排長榮 然後我爸也拿個記者證去 結果那個人竟然開側門讓我進去 小學一年級的心目中 就是非常的尊敬我父親 後來想想 都是特權 好 啤酒師 哦這個我也愛 咦 這個是你嗎 哈哈哈哈 對 你看 這個我把自己放大一點 好 這是台灣現在 蘇米烈叫做 蘇米烈叫做 法文 是這個 葡萄酒 四九十 好 我們A card也有一個 不叫做四九十 你不大家對葡萄酒非常了解 而且你要知道怎麼搭配 這個菜 所以在全世界最好的餐廳 一定都有十九十 那他叫做 Xaviya Xaviya是個 奇怪的澳洲名字 反正他是我們台灣的台灣之光 他第一屆 台灣這個 十九十大賽的冠軍 就現在也去上海 還在國賓嗎 不是 那你泰的 就是姓蜜耶 對 他就你泰 所以 常常這一段就是介紹我的工作 我的工作叫威士忌的品牌大師 那 怎麼會來這一行 輾轉落入紅塵 念這個系 然後呢 去美國念公共政策 後來台灣的工作 大概七年都在政治圈裡面 然後 也那時候做幕僚 也做得不錯 我一心想要去的地方 最後到去城 從行政院 然後最後一個地方 最後三年是在 重慶南路一段122號 那個地方 KILT KILT 所以我們都知道蘇格蘭男人穿裙子 對不對 這是古代的軍人打扮 那當時更簡陋 就是一塊布 綁了就好 那現在呢 大部分蘇格蘭的人 不管你是工人 藍領階級或藍領階級 大概都會有一道KILT 沒有你也得去租 因為呢 你女兒結婚的時候 或者是女兒生下很重要的 儀式的時候 年齡的時候 他們最重要的這個 西方人最慎重的 Dress code叫做什麼 Black Tide 如果我不對 糾正我 Black Tide不是說 你只是打個黑酒就去了 是你全身的衣服跟襯衫都不一樣 那蘇格蘭人的Black Tide 大概就是這樣 那我那一套 偶爾穿了記者會 通常都是為了媒體效果 那譬如就是 穿去參加派對 然後被人家調戲 所以基本上 我到後來一開始的時候 很不好意思 後來趕去坐腳踏車也沒關係 坐計程車也沒關係 有一次有個PG妹妹在高雄還用摩托車載我 在台中秦美 陳敏對面 秦美是一個公園 我那邊站在那邊等紅綠燈 就很好的妹妹跟我說 你等下表演是幾點 他又是接到藝人 你那邊接到藝人很多 這是Cute 蘇格蘭的 方面的高爾夫球 事實上第一座球場 高爾夫球球場 在Saint Andrews 在聖安德里斯 Saint Andrews 是個很小的小鎮 靠海 但是出了兩個很重要的地方 一個就是 事實上第一座高爾夫球場 現在長這樣 一模一樣的 一模一樣的角度 那你要說我印扯威士忌 是蘇格蘭人發揚光大的國酒 跟高爾夫球 是蘇格蘭人發明的 有沒有關係 有 答案就在這張圖上 這不是在喝啤酒 也不是在喝奶茶 你最近有去過啊 你去那裡打過球啊 花了多久預定 還是有二十例 差不多半年前就定了 大概差不多半年前 這麼難定啊 幾棟幾棟 三十六棟 三十六棟 沒有不止了 他有好多久 在那裡 我隨便 也有關係 好 對 有聽過嗎 沒有 怎麼說 我不太記得 可是好像當初不是十八棟 對 那當初好像是十七 以前還有更多棟 據說了 這兩三百年 有夠考證 二十棟二十五棟都有 那我今天沒有帶這個東西 不過呢 您去生事部啊 賣煙斗的地方 百貨公司生事部 你看到常常 我小時候覺得很納悶 為什麼會有這種 皮座的 隨身酒屋 然後它是有彎度的 對啊 扁的 為了皮骨的曲線 後來去才知道 因為天氣太冷 你一定要 你hiking的時候 健行爬山 或是打球的時候 你要喝一點點酒 自己帶 自己帶 這樣是沒拆款 直接拿個酒瓶 你看 有一位在美國 那個酒鬼 他也知道 他一個是法律上 一個是自己演派生 他從雜貨店 買一瓶威士忌出來 就拿著一個紙袋 因為他們的工袋都紙袋 他就拿紙袋來喝 第一個 後來知道為什麼 因為警察沒有看到你拿到酒瓶 他沒辦法 這privacy 他沒辦法幫你拿下 他明知道你在喝酒 但是因為你完全遮住 第二個是拍誰 真的拍死 因為 他們說 買打圓丼都喝一口 但他們那個小酒壺 您可以去看 這個大概都是150 不到240 大概18酒丼的時候 就喝完了 就回家 所以後面幾棟沒有人打 所以球場的主人 就是阿婆 他那個 給我學 Saint Andrews 因為聖阿哥 我是全世界第一座 現代規模18個洞 現在當然就像 貴賓說 居心越來越多 越來越大 他是 Full Coast 所以這個 威士忌跟 高爾夫球小小的一個聯繫 威士忌這個字的來源 有誰知道威士忌這個字的來源 他的來源是這個字 叫做 生命之水 那拉丁文 我們 就像我剛剛講的 耶穌時代 是不是更早以前 這個 比如說 那時候古文明 埃及 印度 中國 他們說商朝的時候 夏朝的時候就有人在喝酒 因為 就是有酒杯 所以那時候我們就知道 人類大概在西元前2000年 就知道他喝酒 那時候我們喝的叫做自然發酵酒 自然發酵酒 就是水果酒 葡萄酒 啤酒 這都是自然發酵 你如果把一個葡萄果汁放著 然後讓它自己發酵的話 它會有酒精產生 但是不一定好喝 但是anyway 就是自然發酵酒 威士忌呢 是這個 阿拉伯的科學家 在西元600年的時候 那時候他們是全世界最聰明的 西方 中國西方最聰明的一群人 他們用阿拉伯人抄寫 希臘、羅馬的古代的 科學、醫學、哲學的書籍 他們那時候 科學家、哲學家跟煉金術士 通通混在一起 全世界最有名 最偉大的煉金術士叫做牛頓 我們現在看到的是他理性的那一面 跟第一、第二、第三、第四領域 我前兩個月前 在英國看BBC的節目 他說其實牛頓是個煉金術士 他又是個基督徒 很精神的基督徒 他的人生是很多個方面 煉金術士在做什麼 您知道嗎 什麼叫煉金術士 想辦法從各種物質當中 提煉出貴金術 那那時候是完全 你無法想像中的瘋狂 你要覺得石頭裡面應該也會有一些東西 什麼全世界物質裡面 他都覺得跟我們現在的科學很大的差異 但是這些阿拉伯煉金術士呢 無意中發現真六樹真六酒這些事情 那我們之後就會喝到酒精濃度比較高的東西 那什麼叫真六很簡單 我等一下再做解釋 那就叫生命之水 生命之水 對不起 拿插一下 那個Brandy也叫自己叫做生命之水 這兩個有什麼差別 都是真六酒 所以生命之水這個字剛開始在講的就是真六出來的酒 傳到歐洲之後呢 每個國家對於生命之水的說法不同 Gallic 這叫做蓋爾族 就是艾爾蘭人跟斯格蘭人 他們把生命之水叫做上面這個圈圈 有人看得到這個字嗎 所以它是英文 但是呢 你看那個字大概念得出來叫Wisky Wisky Betha Wisky Betha 就是生命之水 Water of Life 那簡稱就叫做Whisky 這是用英文的拼音去拼的 就叫做Whisky 生命之水這個字呢 傳到斯拉夫語系 就是俄羅斯啊 中亞這些地方 他們叫做福特賈 哦 原來 你跟白蘭蒂德說 剛好上個月兩個月前去 Corniak叫做甘義區 對啊 因為我們那時候覺得我們有七個大使去 法國人 加拿大人 英國人 美國人 我是維尼亞洲人 俄羅斯人 然後我們說我們講Wisky講這麼久 我們要去學一個新的酒 然後就到Corniak去 非常美的小鎮 很小很小 然後呢很小的一塊地方 台北到桃園這麼大 有幾千間葡萄莊園跟 這個獨立釀 這個白蘭蒂的小鎮肉上 光是Corniak 我們又可以講一個小時 所以不要講 所以這叫生命之水 為什麼叫生命之水 我要送小禮物 威士忌我們現在喝 或是白蘭蒂我們現在喝 都是開心 對不對 好大 然後在台灣用各種的杯子喝 等一下第二招看有沒有要去用酒公粉喝 還要先玩 這個都是喝酒的方式 但是呢 有很長一段時間 蒸餾酒 對於人來講 人類來說是有一種 比較正向健康的用法 這是什麼 各位已經才來看 從生命之水來看 從生命之水來看 白蘭蒂也是 我們今天主角叫 single malt scotch whiskey 蘇格蘭威士忌 或全類威士忌 用製造的方式 簡單分三個種類 最多人喝的叫做 喬兒式威士忌 但好 我們看著 你不喝你都知道 約翰走路的黑台 皇家乙泡 其實人家叫做 Royal Solute 21 years old 還有Chiefest Brother 他是齊瓦氏兄弟 21年年紀 但是我們就叫做 皇家乙泡 台灣人都翻 洋酒都特有創意 對 我覺得很好 因為我覺得翻譯很好 這叫調和式威士忌 那個30年的那個 是Johnny Walker 是調和的還是存賣的 也是調和式威士忌 那個30年也是 是 約翰走路就是全世界最有名的 調和式威士忌 連30年的那個藍牌 都是調和的 對 另外一種叫做 純麥威士忌 但我翻 這個字太簡單了 其實叫做 調和式 賣好威士忌 這是約翰走路的 Green Label 綠牌 你說綠牌 我們就聽得懂 對 今天要講的叫做 單一純麥威士忌 調和式威士忌 用各種的穀物 不限 都可以做原料 這是高粱 高粱也可以拿來做威士忌 沒有問題 只飽喝 所以各種的穀物都可以做威士忌 它是大量生產跟製造 這個是連續式蒸餾器 這個是單一酒廠 單一麥芽 我自己所使用的蒸餾器 這兩個的產值可以達到七八百倍 因為一個是連續蒸餾 一個是一次蒸餾 各位如果提到這邊還是古薩場 也沒有關係 我今天不是要上課的這裡 但是簡單跟大家帶一點知識 所謂調和式威士忌 或者是這個調和式麥亞威士忌 是很多間酒廠的酒 把它調和在一起 一瓶約翰走路十年 叫做黑牌 十二年黑牌 它是全世界最暢銷的蘇格蘭式忌 大約是使用二十間蘇格蘭各地的酒廠的酒 把它調和在一起 所以呢 Johnny Walker是一個品牌的名稱 其瓦斯兄弟或者是百靈臺 或叫做威士忌的品牌 所以這個是叫做 另外當然這一種叫做 綠牌什麼叫調和式純麥呢 就是它只用大麥 它原料就縮小之爭 一種叫做大麥 中文翻成純麥 但是呢單一純麥威士忌 我們今天的主角 這個單一是什麼意思呢 我剛剛不小心說出口 但是我還是要小小送的禮物 大家猜猜猜看 這個叫做 還是以旅行做主題 掛在那個飯店上面的那個筷子包 如果會跟你講猜猜猜看 我剛剛講的其實都已經快要倒題了 單一純麥的單一是什麼 只用一種果媚 一種什麼 果媚 這是百分之五十的答案 另外百分之五十 另外百分之五十答對的話 單一九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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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使用發了芽的大麥 所以Single Malt Whiskey 叫做單一九場 只用大麥做原料的威士忌 只使用大麥做原料的威士忌 只使用大麥做原料的威士忌 這也不是說我們九場做教育做得好 只使用台灣人愛非 所以你到這個Menu上面 你就會看到Single Malt 以後就會知道什麼意思 以後就會知道什麼意思 這個單一九場 你去蘇格蘭找不到一間酒場叫做 因為它使用面部在全蘇格蘭的這個酒場 把它的酒把它拿出來做調和 但是百分就是酒場的名字 因為這一瓶酒從頭到尾 從大麥開始做起 到最後變成一瓶酒 甚至還裝香 都在這間酒場當中完成 這是蘇格蘭單一麥搖威士忌最嚴格的定義 那整個蘇格蘭呢 大概是台灣的兩倍 對不起 2.7倍 還不到3倍 那 我兩個月前五月 為了要帶我的業務去看酒場 我們總經營則很好 他說 你仔細人在台灣買酒 說我看過大麥做酒 這樣 不合理 所以他就帶這些業務去 但其實業務都愛喝 所以到那邊他很激烈 但是我們 這個酒場 我們老闆還滿有氣質的 才拿到外圍西 他是個女生 所以他就 我去那邊開會 他順便就叫我再多飛 六六個月 多留一個禮拜 我就從那邊開車開到 下面的這個Glasgow 這是Edinburgh Edinburgh 是愛丁堡 他的首輔 這樣子大概 比拉利的概念 這樣大概開車五個小時 這樣開車大概四個半小時到五個小時 從這一段到這一段是沒有高速公路 所有都沒有高速公路 那蘇格蘭呢 地廣人西只有520萬人口 整個英國有6500萬人口 但是蘇格蘭只佔520萬 但是他佔了他國家大概一半的面積 很遙遠 也是個很冷的地方 你從那邊飛過去大概兩班或三班飛機 大概一整天就沒有人了 你從你家出門 我們到桃園機場 然後到那個蘇格蘭當地機場 然後到那個地方 大概一整天二十五個小時 所以呢 我剛剛問貴賓 你對蘇格蘭的概念是什麼 很多很多答案都很配色 很冷的 風情很漂亮很壯麗 那幼蘭社群就說 這邊哪怕什麼電影 他有名他就講Braveheart 沒有吉普遜回家 然後呢 我們英國的大使 還拍過那個電影 他也沒有吉普遜小時候的那個 我可能是沒有 那蘇格蘭有非常漂亮的湖區 湖區很大 大概從上到下開過去 可以開個兩個小時 全世界最知名的湖區 不是因為這麼漂亮的風景 是因為 水壞 很漂亮的風景 不是我在蘇格蘭 去很漂亮很寧靜的一個 就是我是蘭島人 我媽媽蘭島人 所以我自稱我是蘭島人 我在那邊出生 我媽在那邊坐月子 那 剛才沒在那邊長大 日月潭是我們南投最熟悉的地方 那邊大概就是我想像日月潭大使 但是旁邊都跟日月潭不像 是小賣店 全賣 你吃虎水怪 他們真的很會呆 憑這個照片他可以做出個娃娃來 鑰匙圈明信片 然後呢就有這個船 帶你開到尼獅湖 叫做尼獅湖水怪之旅 那船長就會亂掰說 1920年這邊曾經發現過他 我就開到這邊 哪一哪一年 就叫尼獅湖 蘇格蘭的海邊 靠最近的地方叫做艾爾蘭 這兩個國家 是血緣上最先進的 最接近的 他們艾爾蘭講的蓋爾語 跟蘇格蘭講的蓋爾語 就像我們說的台灣話和福建話 新加坡的福建話 差不多 腔調很 有一點不一樣 但是都聽得懂 都聽得懂 所以我以前跟新加坡外交官很好 說我們說福建話 然後 我們帶來台灣 試一下我們喝幾杯之後 外交官就開始沒有 就說新加坡這個很專制的國家 好 那講的一些黃色笑話 跟他們 新加坡有關 我們不能在餐桌上講 但是真的笑翻 那新加坡的法律規定 三個人集會 三個人也算集會 就要向政府報備 那我說四個人打麻將 算不算 我說其實算 其實算 好 然後呢 但是新加坡外交官的小孩 在台灣長大到七歲才回去 然後有一次 還在當新加坡外交官的時候 他們帶回新加坡 然後 新加坡的小朋友 就問他的女兒說 你從哪裡來 他應該是比如說 我從哪裡哪裡哪一個去來 他說我從台灣來 然後這個新加坡外交官就驚覺 他台灣 小孩已經被台灣化 他還是很愛台灣 但是 過幾年之後就搬回去 那這個 這個 這個蘇格蘭跟艾爾蘭的血緣文物上 非常的接近 從這個地方 遙望可以看到艾爾蘭天氣塔的時候 坐渡輪 大約是一個小時以內 就會到 所以威斯基其實是從 是阿國人輾轉傳到艾爾蘭 然後呢 但是一海之隔 就傳到蘇格蘭 蘇格蘭 然後蘇格蘭人 把咖啡發揚得很大 但是威斯基最有關係的 地理的環境是這個 威斯基的酒場都叫做格蘭 我剛剛講到 就算你不看喝威斯基 你回去聽完啤酒會 晚上九點之後 開各個大 尤其是新聞頻道 或是 或是Discovery 因為我們酒商都 把這個 我們的TA 就是我們的重點消費者 叫做40歲以上男性 你會看到 威斯基廣告 格蘭菲林 格蘭捷 格蘭利威 很多賣酒賣到10年 都以為 蘇格蘭威斯基酒場老闆都姓格蘭 但是這個字叫 Gl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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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有這個名字 我現在我們的Chairperson 就是我們這個集團的老闆 我們叫格蘭 但是呢 格蘭這個字 Glen這個字在蓋來語 是 小溪邊 小河邊 河谷溪谷的意思 所以 菲迪河旁邊的酒商叫格蘭菲迪 那菲迪這個字呢 菲迪這個字呢 叫做 大野鹿 所以鹿之孔 不是我們南投鹿 鹿之谷的酒廠叫做 在杯底盒 立威河旁邊蓋的酒廠叫做立威 那真的到現在為止 所以為什麼酒廠要蓋在河旁邊 很簡單的道 這些酒廠都是200年以前蓋的 沒有自在水廠 沒有人把你牽水管 你靠水源越近越好 而且你要靠好喝的水源 才會嘗到最好的味道 對不對 那我們上個月去的時候 這是我們三個孤獨的 我們硬拖他去參觀各個酒廠 蘇格蘭威士忌現在酒廠只有103間在流運 現在是蘇格蘭威士忌產量最高 銷售最好的一個時代 但是不是蘇格蘭威士忌酒廠 酒廠最多的黃金年代 大概100年前 還有400間威士忌酒廠 但是那時候規模比較小 那100間蘇格蘭威士忌酒廠 有7間在我們這間小鎮 這間小鎮只有1000人 這是他的忠正力 這是他的不接受力 沒有規定 因為不需要 不小心一閉你就出城 最高的建築商的塔 最高的建築商的塔 這個小鎮極其的無聊 所以我也是去了之後 真的 對我這種台北角娜的小孩來講 很高的 那這是我們的酒廠 接下來的照片 其實剛開始都有 有些照片是我們攝影師 專業攝影師拍的 有些是我的手機拍的 我用我的手機拍 而不是用我的相機拍 會不會另外一種感覺 那我去那邊受訓過 後來才知道我是這個難得 我也是一大使 公司願意投資我一個月的時間 住在那邊 叫On the job training 在職訓 在我講第一場品酒會之前 他說 你就是去酒廠 那時候 酒廠當地的主管 書人也很支持 很支持這個計畫 那我想說 也都是讀書人 三幾歲轉業 去On the job training 應該大家就是四四五文 像今天這樣 然後我來用PowerPoint 教我怎麼做威士忌 就不對 你到那邊 住進這個小屋裡面 然後就給你套工作服跟鋼頭鞋 然後給我真正滿滿的 今天到哪裡報到 三天後到哪一個 部門跟部門之間 那我就是去 當然不是去幫忙 因為我們家師傅都二三十年 四五十年經驗 但是他就是讓我邊做邊學 然後住在這個房子裡面 第一個對蘇格蘭的感受就是 怎麼都沒有人 因為小鎮只有一千人 所以我面對的是一個木場 晚上沒有人的時候特寫木 不要說Wi-Fi 連寬屏都沒有 我說是五年前 所以完全對外沒有聯繫 手機的訊號極其微弱 所以我就跟我同事後來衝擊無聊 觀察了這個環境 發現四邊都是木場 四邊都是木場 難得的時候 偶爾會去吃Hockey 去哪裡 現在改建成餐廳旅館的城堡 我最近好愛看一部 這個英國電視台拍了 可以喝嗎 當然當然 各位您這個 有看大家都好 沒有懂 有有 各位您這個上面這杯酒 就是大家先好好感受一下 那不是說今天的品酒會擴大 只有這樣子 所以這個各位您 就怕您不喝 我講品酒會的時候 最傷心的就是我講完 然後 還是很多人杯子上面都有 所以以後我要畫刻度 哈哈哈哈 是不是 對阿 因為這個 對阿 就要看大家有沒有喝下去 今天是第一款威士忌而已 所以各位您等一下還會有第二第三款 你剛說這十二年 這十二年的威士忌 我等一下會稍微做一下品酒 但是呢 為了要吸引大家的故事 我前面品酒會之前的 鋪梗都敷了越來越久 後來發現有點離奇 然後請我去城堡 我最近還拍了一部叫做唐鎮莊園 這個風風電視有拍 就是英國版的大宅門 就是一家四口 的上流 1920年的時代的事情 住在那個城堡裡面 他們 貴族是不做事的 每天就是喝下午茶 穿得非常漂亮 然後呢 他們有一個遠親來是做律師的 他們現在他們的世界就開始 原來有人是要去上班的 那時候叫中產階級 他們上流 這位主門對中產階級 我都沒有辦法接受 後來我們去這個城堡 這故事幾乎一模一樣 這不是主人 這叫管家 叫Button 這管家 他說他年輕就在這個城堡 二四大戰之前 他說以前這個城堡有三十個圓釘 澆花就是澆花 開車就是開車 煮菜就是煮菜 鋪床就是鋪床 然後還有 扎包幹辣 就是丫頭 陶融墨很像的 那現在這個遺風還留在這 但是呢 因為你現在要維持一個城堡 你沒有一百萬英鎊 一年是維持不下去的 五千萬台幣 所以就轉行 開餐廳 然後開旅館 但是呢那個遺風都還在 就是我們還沒到 他們就先在那邊迎接了我們 然後一定蘇格蘭的back pipe很有名 就叫做 拐風 對不起 風鼻 風鼻 其實叫做back pipe 應該是翻成帶雨鼻 但是很難聽 帶子跟拐子的情 原理是什麼 你要把氣吹到這個很大的袋子裡面的皮膀 氣吹足 所以這個 有一個大使 你們可能 有一個別人在屏酒會見到他 他就是在學 然後他說 我把想像這些人 吹出聲音 你要先把氣吹到這個袋子裡面 然後再去擠壓他 邊擠壓邊吹氣 然後這個罐子才會有聲音 這是真的照片 真的 真的 有大膽 就是藝術家 我們就是這些人 這些素蘭農夫真的藝術家 你有沒有七成斑嗎 有七成蘇格蘭格子部 但是我覺得太前衛了 我沒辦法放回去 但回去你Google 然後就有人把它放在上面 抓住網路謠言說 你的毛衣在 在事前之前你就已經在好色 他真的有相信 有一個英國的報紙 在愚人節的時候 等著他吃東西 說現在這個 成衣工業已經往上游發展 是 是 是 假新聞 這個 但是這些羊會不會知道 我是藍色還是綠色 不會 不會 可不可以談戀愛 可不可以交流 當然你可以 讓你偷偷的私分就可以了 所以就這樣事情發生 叫家庭悲劇 失通之後 被抓到 生出來 真的 這是真的 這不是踢上去 這是真的 它不是染色的嗎 都是染色的 但是 但是為什麼要 顏色不一樣 因為生出來之後 兩家族人說 我們要平均分 小楊是我們的財產 那很公平 那 這個 藍色就是爸爸的家人 那很長 長大之前 就先塗好色 然後 但是很有人性 斷奶之前跟媽媽 喝奶 然後長大之後 就送回去 所以先做記號 做哪幾隻是 寄養在這個牧場 然後準備的第一件事情是 觀色 看它的顏色 好 畢竟你參加太多色 不要 不要 不要啦 隔壁都回答 露露 有參加過 有人說是看顏色 但是顏色對於衛士忌 沒有太大的 顏色比較淺的衛士忌 不代表它年份比較低 顏色比較淺的衛士忌 這個顏色比較深也代表它味道比較好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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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顏色比較淺的 一點道理都沒有 所以 看顏色 你可以這麼說 但是大概 沒有什麼太大的道理 那第二個步驟之後是什麼 鹽香 這才是這個杯子 設計上來說 最重要的意義 一般的衛士忌杯 杯口這麼大 對 你聞不到香味 香燦 你會集中在這個杯圓的上面 所以你靠近 不用靠很近 就會發現你聞到香氣 那 我們今天教各位的 不是教各位的 我今天各位分享的 不是叫做標準正確喝味精的方式 你喜歡用什麼容器喝 你喜歡在什麼場合喝 你要加水加冰塊都可以 或是純喝也行 就不要像對岸的台商 其實不是他們發明 但是他們都加綠茶 啊 太恐怖了吧 還有蘇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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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都完全點頭 就是他們就是這樣喝 因為對岸的酒店小姐 覺得這個歐斯基太粒 所以不下去 然後加甜綠茶 甜綠茶 嗯 嗯 但不要加冰塊 可以 可以加冰塊 我現在跟大家講的叫做 能夠品嘗或者是 有香氣跟口感 得到這個威士忌最多的感受的一個方式 那你平常喝 加冰塊 很多能夠加冰塊 很好 那我等一下先各位講 但是您 聞聞看這個味道 這個香氣上面 您覺得是什麼 這個就是風花旋樂很重要的事情 各位各位 你今天來聽完品酒會 我希望各位回去之後 至少下次可以裝模作樣 我以前是要問過不到品酒會 非常挫折 因為講師在台上講 有皮革的味道 明明是葡萄酒 所以有藍莓的味道 所以說出來這個酒莊 這個葡萄根紮的有多下面啊 那這個威士忌其實是更 friendly 的酒 還是很容易去學習的威士忌 所以如果您平常不喝也沒關係 威士忌品酒會最重要的步驟 其實是在於聞香 所以您聞聞看 先喝之前的話 您聞聞看 然後我們來分享它是什麼味道 您聞聞看 很甜的味道對不對 好 我有時候會講貴婦 就是符輪色的 通通都是貴婦的品酒會 那有些姐姐媽媽們喝多了 就都是酒味 我就只好再努力一點講 覺得是什麼味道 甜甜的味道對不對 這個就是風花雪月品酒會最重要的一個重點 你要怎麼去形容那個甜味 我覺得是糖果的甜味 天然蜂蜜的味道 然後呢 有一些些有趣的香料味 成熟的水果味 那些香料很難去形容 我常常會說是這個糖果 小時候吃到糖果的味道 那這個是香氣 如果你覺得 這樣子聞還是聞不到 那很簡單 因為酒精濃度比較高 百分之四十的酒精濃度 對我們的鼻子 是很難聞到這個味道 所以 威士忌品酒會會給你一杯水 除了喝水熱回之外 是請你在聞香的過程當中 加個一點點水進去 酒精濃度在降低到百分之三十到二十五左右的時候 這下去可能就不行了 太稀了 這個時候呢 你的香氣會完全的散發出來 一點散發出來 不過無論如何先喝喝看 純的酒精濃度 對不對 我們來試試看 各位 今天是藝文界的產品 他們中午就開始軟身喝了 我說今天是各位第一杯 應該是 我們來試試看 一點點就好 一點點 酒不再多 一點點嘗出它的味道 是不是有很棒的 你剛剛有聞香 通常我們喝烈酒 或者是甚至你喝酒 都不會去在意它的香味 對 因為容器不一樣 也不要把它聞到很香氣 那你剛剛 我剛剛這樣稍微為大家洗腦領導一下 你是不是喝下去一點點 很棒的甜甜的糖果味 天然風味的味道 在你喝下去之後 你開始口腔有些變化 有一點濃巧克力 苦苦巧克力的甜味跟苦味 然後有點堅果 這種夏威夷豆 這種甜味跟苦味 而且威士忌 不是只是順口而已 它喝下去會很常的存在在你的 這個 從喉嚨食道到你這個味 你就一直感受到熱熱的存在感 然後跟我們品台灣茶一樣的灰乾 是一樣的道理 如果你喝的剛剛好的時候呢 你的唾液會分泌一些東西 這道混乾 你會發現到 有一些後味存在 這道後味存在 所以威士忌跟葡萄酒一樣 跟香水一樣 都有前段 中段 跟尾段 香氣一樣 酒也一樣 好 那你剛剛覺得 這酒 我都聞不到 都是酒一樣 那也不好意思跟隔壁的講 那其實是 我們的鼻子本來就 我們在不到 這個酒精油分40% 所以這時候加幾滴水進去 好 然後在很快的時間當中 如果你可以搖一搖這個酒杯的話 然後你再聞聞看 會發現 剛剛聞不到的味道 現在好像有 有點氣水的味道 氣息氣水的味道 因為那個紅酒筆記都是書的人寫的 他都用他們的食物 用他們的水果去形容 用他們的香料去形容 所以很多這個威士忌 nerd 威士忌書呆子 就常常很挫折 所以我聞不到什麼叫做 杏桃的味道 或者是這個西洋梨的味道 因為我一輩子吃幾次西洋梨 所以我都用我生活中 我感受到的東西 來形容這個香氣 那加一點點酒 然後加一點點水 只要你加的不要太多的話 你喝下去 甜味跟那基本的味道 其實都還是存在的 所以剛剛你問我要加水 或是加冰塊 加冰塊也不可以 只是唯一的缺點是 加了冰塊之後 你用這個品酒 溫香杯去聞 香氣會減弱 那威士忌這個 烈酒是個有趣的酒類就是 它跟菩薩酒不一樣 菩薩酒是自然發酵酒 所以酒的溫度要在 控制在12度到16度之間 酒要冰一下 但是威士忌不用 威士忌最好的 嘗到它味道最多的一個 喝的方式就是我們現在 叫室溫常溫 甚至老外 你下次有看 很少 因為我是威士忌 書袋子 去看他們講 威士忌的臉講 書的人就會 搓搓搓 捧它的酒酒杯 用它的漲溫 去再去 因為通常冷氣室裡面 酒的溫度 它還是覺得太低 再去增加一點它的溫度 所以這個是 一個方式 這是一個方式 所以今天會介紹 現在先介紹的是第一款威士忌 這是第一款威士忌 它是12年的百負 它是12年的百負 那 配這個 紅肉非常的好 所以各位你們現在可以感受一下這個 肉 這個 不太容易 因為我剛剛說 Fruit Pairing 尤其做威士忌來講 不是很簡單 因為西方人是 不在餐桌上面喝烈酒 那我們台灣人是相反 香港人 中國人 台灣人 韓國人 我們都喜歡邊吃邊喝烈酒 所以到台灣之後 威士忌反而在餐桌上面受到懷孕 那我們今天大膽的用 紅肉牛排來嘗試 但是因為這間酒場的威士忌 味道非常的香甜 蜂蜜的甜味跟水果味道 所以它很適合 搭配餐酒 所以各位你們 來試試看 然後我暫停一下 另外 我今天的進度 pretty much 比他